先把這個CAN跟RAW把它再複製一個 Ctrl鍵按住拖拉一下 那這邊我把它改成VBA 不過已經有一個一樣的我剛才改成叫VBA2好了 這個然後我用這個來改 這個把它刪掉這個不要了 這個也不要了 那程式的撰寫的話 第一個當然我要寫什麼 1到160 用VBA寫 怎麼寫 第一個 我一樣到開發人員前面講過了你一定要先把其他命令裡面的制定功能區這個開發人員一定要打勾 這個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到開發人員裡面的VBA 裡面的話撰寫這些程式總共會有123456六段程式 這六段程式碼雲端上也有會把它貼上去 寫法的話記得 第一步我先把它移除掉 假如你打開之後的話 應該是 一個空的專案 裡面沒有模組 你第一步要先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這是第一步 一定要做的 OK 一連結同應該不要 應該沒有問題 只是說 寫的方法 第二步的話 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程序的話 我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向右的數字好了 數字是1到160 那可是我要向右 那可是我要向右的數字 那這邊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 叫做向右數字 我需要先輸入上去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有4就有NAS 在下一層 中間立方的話 再打一個TAP 4 再打一個4 一樣是4 4i i的話是列 等於第幾列呢 第三列到第10列 所以你就把這個有點像填空底 第3到第10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再來的話呢 在中間一樣按一個TAP鍵 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呢 就是Sales 先列 i列 來欄追欄 它變動 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樣 等於什麼呢 等於 TAP3 我們前面有個Column 其實這個地方指的Column 就是J啦 所以呢你就把J怎麼樣 J如果減掉1的話 有沒有他現在從2 到 這應該21才對 2到21 所以你如果輸入 J減掉1 執行的話你會發現 有沒有 1到20出現了 那再加上什麼呢 列 剛剛不是有個弱對不對 其實 弱函數在這邊 其實就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就是 錢瓜糊 哪一列呢 第i列 減掉它 它從3開始 所以呢 減掉3 因為 3的話 不用加上多少 20的倍數 所以乘上20 答案就出來了 其實 這個 有沒有發現 這個跟剛剛那個 Column跟Raw的概念 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把它搬來這裡用而已 把它丟到這個 Sales 輸出 1到160出現了 有沒有發現 然後你就把這一段程式呢 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做什麼呢 向右 其實就是把 這個 前面再加一個Mid 這個就是把字丟進去的意思 這邊的話打個Mid Mid 錢瓜糊 它會問你說 你的Twin 你的資料在哪裡啊 我在A1 記得要取得A1的資料 就用Range Range 前雙引號 A1 告訴他說 我的資料在A1裡面 你自己去找 逗點 去抓第幾個字 有沒有 逗點 抓幾個字 抓一個字就好了 OK 後瓜糊 好 程式寫完了 那向右 執行 有沒有發現 照前孫禮 一直到貨 那可以知道我剛剛改東西吧 基本上我只有把 上面這一段程式複製 貼下來 多了這個東西 用Mid切 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然後切哪一個字 告訴他 反正1到160 切一個字 看得懂意思 最後的話會有個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把這一段 把它搬下來 一樣複製貼上 這邊最後把它改個清除 雙引號 表示清除 清除掉 名稱 不能一樣 所以這邊改個 向右 清除 OK 這樣的話呢 我就完成 我們要的結果 把它執行 向右清除 再來就是自己在 針對這三個SUB 做三個按鈕 1 2 3 向下 向下 我想 到底一樣 就 反正自己玩一下 這個部分 因為可能 一年級同學 因為今年已經必修了 所以他們程度稍微 稍微快一點 應該不要看得懂 二三四年級 同學如果不要看 沒關係 反正我雲端上面都有一模一樣的 那個 答案喔 反正你就知道 不過是一張圖啦 我沒有放文字 因為怕你用複製貼上 沒事啦 你就自己打一下 然後記得呢 第一步喔 一定是從哪裡呢 開發人員這邊 記得 一定要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就可以從模組裡面開始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VBA等於是算額外加分的 所以如果VBA你有做的話 那有加分 如果沒有做也沒有關係啦 今天大概就先到 錄製聚集的話 比較沒有意義啦 因為錄製聚集 我本來有想啦 因為上個禮拜 我們有用到錄製聚集嗎 不過 我覺得有些地方 錄製聚集還是錄不出那種 效果 不過 到底還是可以 因為錄製聚集 至少也是按按鈕啦 好另外 如果你有錄製聚集OK 就是你另外再多一個 那個工作表 也許叫做那個聚集好了 你也可以用錄製聚集完成 OK 那額外 如果你有額外多做的話 那就是額外的作業分數 OK 所以VBA 跟聚集 這兩個部分 如果你都有做的話 當然相對的 你作業成績 會比較好一些些 OK OK 谢谢大家